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的办公大厅入口 非常显眼的地方有三台机车 这三台就是中华跟光阳的合格电动机车 希望能够参加市长谢国良所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由于许多人都很好奇实际的车辆长得如何 因此市政府特别将实车公开展示 我们现在就是欢迎所有的国内电动机车大厂 来跟我们提案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不会限定任何一家来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的理想上也不希望只有一家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他们最好 他们认定上性能最适合 但是又愿意把价格抓在一万四万块一台左右的电动机车 因为那个符合我们的地方跟中央联合补助下 就会变成免负担车体的价格 根据媒体报道 这次光阳机车会加入基隆电动机车专案 主要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提出了零元手机的概念 打动了业者来加入专案 谢国良希望大家一起来促成这件好事 帮助年轻人也达到节能减碳的世界趋势 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在说服各个厂商 就是各个企业 就是说你们就是吃亏点 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然后把你们价值很高的这些电动机车 尽量四万块就要让给我们 但是你们可以赚到名声 可以赚到市占率 可以赚到你们的企业形象 我就是这些所谓的交易 所谓这个我们前市长的说的那交易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厂商是我们也算是很努力 去不断的去说服它 所以你说这个零元手机的概念 也是我过去曾经在议会有报告过 然后也是我跟柯董事长来说明 说其实你应该以你的这个市占率去做考量 你应该如何快速的增加你的用户去做考量 你先不要在乎这个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你每一台车好像成本上你有一点吃亏 你未来你会这个取得更多的市场优势 可能就是因为你跟基隆市府有合作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想办法去说服它 所以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清清楚楚 而且非常有根据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继续 诅咒我的电动机车政策 我们五万台的机车每天在路上跑 所减低的这个二氧化碳 真的对基隆的空气品质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大家都在谈减碳 因为这个地球如果不减碳 总有一天地球会走向毁灭 这个是最起码我跟大家报告 前那一天就是跟光阳回来的第一天回来 我前几天跟美国人在谈 都在谈这个东西 现在美国人大规模大幅度都在谈如何减碳 我们蔡总统在进行这个碳交易 无非就是要透过企业行为 个人行为跟各式各样的这个工法人行为 要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跟政府相同的 我们的郑文燦副院长也提出了月支费 要有一些减免也是同样相同 目的就是要把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器具车辆 希望能够变成电动化的绿色运具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没有错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一些祝福 市长谢国良强调这个专案 会让基隆市大幅的节能减碳 让机车的空污有效下降 而这样的减碳趋势 也符合目前国际所要求的重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码 转发码 转发 转发 宝费